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公斤就这样 摇五瓢 这个叫斗粮 请看经文 28月第20号 斗粮固 譬如来测粮物 那在斗粮物里注意 在印度有很多不同的粮 有叫做波罗萨他 有阿扎迦 有图卢奴 有切离底 这些都是呢 我们现在讲不同的所谓的liter 就是一公升 两公升 三公升 四公升 这种不同的斗壶之类的 这些所谓测量的东西 硬度的东西 现在有些看得到 有些看不到 同样 菩萨也是如此 当他触发心修六度万恨的时候呢 他要有忍辱 他也要斟酌 斟酌众生的因缘 要有智慧去判断 譬如说你现在帮助人家 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你现在帮助人家 会不会特别的过头 举一个例子 持戒波罗蜜 我想到 现在假如你是一个男居士 现在大家都在这边学习佛法 大家是脸有 可是如果你是男居士 帮助女居士的时候 你这要斟酌 不要太热心了 你太热心了 他的老公会怀疑你的 这是真的 他想奇怪 你这个脸有怎么这么热心啊 对不对 就算你结婚了 人家会误会的 所以这要有智慧的 帮助东西呢 要有尺度的 所以戒律是很重要的 知道吗 好 要有测量 要有智慧去控制适当 恰到好处就好 接下来又以修多罗故 所谓诸经中作母明诵 彼等经中有名称叫 骗诸佛国菩萨 这个是指 指名是谁呢 维摩拉米特拉 就是维摩节居士 请看幻灯片 我把它打上去了 就是说 维摩节经就是讲 维摩节居士 他的神通力 一个小房间 可以遍满无量的佛国土 都融在里面 所以 很高兴的法华经 如果继续请法 我会再讲法华经 不过下一部经 我想为新加坡里有介绍的是 维摩节经 为什么呢 他开始讲心境则土境 还有讲菩萨道 也开始讲空观 空性 那这里讲就是说 假如有波尔波罗蜜的话 就像可以维摩节居士一样 说其他言 就是说 他可以把一个房子 变得很小的房子 变得很大很大 所有的大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所有的大菩萨 都可以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表示什么 他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 这叫做Vimala Mittla 翻成中国话叫做无垢有 就是心中是没有污垢 心清净 才能够防止变得这么自在 一般我们的房子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量很小 你有我值 烦恼很重 那你要走到那边 待会大会结束的时候 如果玻璃门擦得很干净 你没看到的话 你就会撞到了 对不对 可是真正的菩萨呢 他是没有时空障碍的 因为他证悟了空性 所以叫Vimala Mittla 再看 几二祝缘以三者大悲相应 看十六颂 波罗蜜 要生波罗蜜三个条件 在二十八月二十六行 我画了三个框框 只做一个字一号 第一个 要有仁慈的心 仁慈的心 叫心很柔软 是母亲一样 善巧方便 像父亲一样 还有第三个 慈悲为子女一样 也就是说 你要让你的心中生起 波罗蜜呢 要先取仁慈的心 然后慈悲的心 还有做很多事情 要善巧方便 为别人考虑 十七 由大悲心相应 你才能够 波罗蜜呢 悲心跟智慧从无微的彼岸 然后到另外一个彼岸 佛子能超过 请看二十九页 第二行 富有余经 亦如是诵 以修多罗能够比良的缘故 波罗蜜为母 问曰 何故波罗蜜为一切诸佛的母亲呢 他说答曰 因为他可以出身显现 没有障碍的智慧缘故 把无障碍制化起来 我们一般凡夫是有障碍的 身心啊 比如说下了雨呢 哎呀 身心就不舒服 就感冒了 就有障碍 人一人不合呢 就吵架了 就有障碍 可是菩萨的心啊 他没有障碍 有智慧 这叫般若波罗蜜 为什么呢 过去 未来 现在的诸佛 都由波罗蜜包含故 因为他烦恼呢 已经断尽了 过去已尽 现在已当尽 未来也尽尽 已是出身故 波罗蜜为母亲 所以 下面显示 没有障碍的智慧 以过去 未来 现在的诸佛视作呢 都能够展现没有障碍的智慧 这个就是波罗蜜的功德 因为能够显示没有障碍的智慧 所以 所有的诸佛都要念金刚经 也要念摩赫波罗蜜经 所以从这个角度 对不起 又说波罗蜜经是金中之王 所以王有很多意思 就是殊胜的意思 此中有 俗拉卡 又说波罗蜜 大家知道 波罗蜜经 不管是大波罗经 或小波罗经 本来是寄送的 这里叫做 Sharulka Sharulka 就是寄送的意思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我要讲一下 请看幻灯片 有一天 在波罗会上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用神通力展现了两样东西 给虚菩提尊者 佛陀告诉他 佛陀的手上 拿了一个过去佛的摄例子给他 因为佛还没有入面 佛当然用神通力拿过去佛的摄例子给他 另外佛用一个大宝莲花也放着一样 般若波罗蜜经 他问 虚菩提 这两个里面你要选哪一个 先看一下幻灯片 这是伦宾尼的释迦摩尼佛说法图 他对圣地子 虚菩提尔说 在这里 还没有讲故事之前 我告一个段落 只要有机会到菩提加爷的话 菩提加爷 菩提加爷旁边有很多寺庙 就叫International 有一个是日本人建的Japanese Temple 日本的大佛 非常非常高 然后呢 在他的右边跟左边有十大地子 待会我要介绍给你看虚菩提 因为很少人看到虚菩提的长什么样子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很高兴 我拍了很多照片 应该想 谢谢佛菩萨 我又可以带这个圣地子到全世界去弘法 日本人 其实不管他的民族性怎么样 我是没有什么种族区分或歧视的 不过在佛教的文化角度 日本人对文物真的是保留得非常好 比方说中国唐朝因为历史的文物 演变 历代呢 兵荒马乱 唐朝的东西是保留很多在日本东京 京都跟大阪的 而且国家是出钱有文化部固定维修的 所以日本人对于文物是真的很尊重 所以当他建这个日本的日本寺庙 在菩提加爷的时候 他们做过很多的研究跟考察 希望做不同的风格 同时他调查了 这个释迦摩尼佛中间呢 左右两边有十大弟子 这是右边 再看左边 佛头的十大弟子 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而且他还考证 请看下面一个 修菩提叫 修菩提 他的梵文就是这样 修菩提 所以我们呢 很多我们梵文 我们很多我们念金刚经啊 或念般若经啊 修菩提 修菩提 善哉善哉 地听地听 他其实梵文叫念 修菩提 修菩提 你们新加坡人可能会念的比较顺 为什么 新加坡里面有讲英文嘛 有时候讲马来话 像我们台湾人的英文就比较差 他就念修菩提 注意听 梵文念修菩提 可见翻成修菩提的时候 这应该念修菩提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过 中国的古汉文应该念唐音 所以 像今天放的这个词经 有没有 我们进大会的时候放的词经 就是用巴黎文唱的 也有用梵文唱的 你看 修菩提尊者非常的庄严 他是阿罗汉圣人 他的身心是很宁静 他的手是结这个手印 是告诉你 连心也是空性的 很庄严 然后他身上呢 是刻的是南传的袈裟 表示呢 他持戒精进 他虽然现身文身 但他内心具有大乘菩提心 他是行菩萨道的大乘菩萨 所以 因为身文人是不会学大乘佛法 但是 须佛提可以站起来 问释迦摩尼佛 波折波罗尼法门 甚至释迦摩尼佛 告诉须佛提尊者说 教语会大众啊 大菩萨摩赫萨 你讲波折经给他听 这是很特别的 注意听哦 这一段 身文人是不会学大乘法的 可是他的外面是身文的像 现南传斯里兰卡的加沙像 可是呢 他心中有大乘的菩萨 甚至他可以为无量无缘的大菩萨 讲什么 波折波罗蜜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修波折波罗蜜 好 这时候佛就问虚菩提说 佛拿了两个 第一个是舍利子 大家都现在喜欢舍利子 新加坡有很多舍利子 我在法华经讲座 也讲了很多舍利塔的功德 可是现在讲波折波罗蜜经 注意听 佛呢 一手拿舍利子给他看 一手拿波折波罗蜜经 因为我拍不到经典 所以我用经典的长经格比喻 叫伯且教杖 长经格的匾额 佛问他说 请问你现在要喜欢 我两样东西给你选一个 你要选什么 虚菩提犹豫了一下 他看一下与会的大菩萨摩赫萨 大家都看他要表演啊 对不对 那这时候他说 尊贵的世尊啊 以我所知道的话 我呢 不会不恭敬舍利子 因为舍利子是诸佛界定会的功德 你让我看到过去佛的功德 我是非常欢喜的 可是你假如两个里面呢 要我选一个的话 我不会选舍利子 我会选摩赫波折波罗蜜经 为什么呢 因为舍利子是因为听到了经 而去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他的功德圆满的时候 他才会烧出舍利子 所以我选波折波罗蜜 各位要你们选什么 有位告诉我说 师父我两个都选 不行 现在两个里面真的选一个 很多灵友大部分都会选舍利子 为什么 有感应啊 有福报啊 对不对 我拜一拜 搞不好我下一个月就发财了 对 没错 听好 舍利子有无量的福德 但听好 得到的功德要靠自己修 虽然我在法华经讲座 双灵师也介绍说 要去造龙光宝塔 那是佛的舍利子 那是可以灿除业障发愿 可是啊 你没有办法得到佛的智慧 智慧要靠界定会去修 所以虚不敌尊者在这里示现说 释迦摩尼佛 我呢 两个要选一个的话 我宁愿选 般若波罗蜜 为什么呢 修般若波罗蜜 我可以成佛 可以行菩萨道 将来我累积无量的功德的时候 我火化的时候 是有更多更多的舍利子 听懂吗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狗跟人 两个都应该去救 可是两个都要去救 一个选一个的时候 你要有智慧 要先救人 因为人有善根 他可以修行而成佛 狗不是不帮他 你可以念佛念咒 回向给他 他还可以透露三恶道 所以从这里 今天晚上第一天 很精彩的一天 我要给大家建议 般若波罗蜜修学法门的建议 我赶快按出来了 你可以抄 第一个 请常常要 发愿与点灯 发愿跟点灯 可以得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在点灯功 点灯功德经里面说 大乘跟金刚乘说 若常常发愿点灯 愿一切众生心中充满的光明 而没有愚痴 愿一切众生心中充满的智慧 愿一切众生心中充满 般若波罗蜜 你就发愿 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聪明 真的 小朋友可以做 大人也可以做 第二个 要念般若心经 小朋友念七遍 大人请念二十一遍 对不起 大人要用功一点 当然小朋友可以念二十一遍很好 你知道吗 多年前十年前 我在台湾度一个小朋友 他那时候小学三年级 他每一天功课是念一部阿弥陀经 跟二十一遍波罗蜜心经 他阿弥陀经全部都会背 小三的朋友 他真的很精进 到现在他还精进 他现在什么 念普贤行愿品 三千遍 念完了 各位连友要加油 当然他念了很多年 所以心经是很好 注意听 今天讲波罗蜜 就是不管你在修学任何法门 最后结束的时候 应该念波罗蜜心经 当然一般有法会的时候 大概超度啊 或是什么 都是念三遍 其实你自己做功课 应该念七遍或二十一遍 不一定很大声 你自己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你就听声音 你的心会越来越清凉 甚至我跟你说 你遇到鬼啊 或妖魔鬼怪 你就念心经 玄奘大师在西天取经的时候 一路上就是念心经 念观世音菩萨 好 所以希望大家 第二周你更有时间 念金刚经一遍 或是纠魔罗蛇大师的 小品般若经十卷 小品般若经十卷 比较少人整理 桑爷经社 我命令我的干部 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好 或许希望半年或一年以后 我们会流通这部经 我让我写 希望新加坡将来 有人做汉语拼音 因为你们这个地方呢 很需要汉语拼音 如果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呢 就希望法师或联友做嘛 这印度尼西亚拼音 其实佛教徒要做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 是很值得去做的 第四 你若很有福报 时间够 念旧摩罗蛇大师 中品的三十卷 般若经 第五 你若能够念玄庄大师 六百卷大般若经 更好 那不管你 注意听 不管你念的是 心经 金刚经 小品 中品 大品 念完以后 要静坐五分钟 送完后 要静坐 修止观 这样你就常常会有生智慧 而且点灯 跟念波尔心经的福报是很大的 最后你说 哎呀师傅 你讲的经都很殊胜 可不可以简单简单简单一点 可以 念文殊心咒 Ong A RABHAJANA DI 没有口传的人 你可以念 你现在就念 就跟六字大明咒一样 是普传的可以念 念到有一天呢 遇到上师的时候 为你口传 有遗鬼的时候 他就会教你观想 好请看 所以第一个要常常 发愿于点灯 所以发愿是很重要 灯啊 你不要在意大跟小 你重要是心中啊 希望愿一切众生心中 没有黑暗跟恐惧 愿一切众生心中呢 有般若智慧的光明 大小点 是看你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你看一下 西藏的拉玛 他会拿金 还会呢 共香 他们呢 也念点灯发愿文 接下来再看 所有在智慧灵的拉玛 在年底的时候 为全部的众生呢 念点灯发愿 每个拿着哈达 我们大乘也是很殊胜 那刚好我拍到 就跟大家讲 这点灯跟发愿是很殊胜的 好 接下来你看 观自在菩萨很庄严 大家认识这里吗 哦 不晓得 对 福牙寺 新加坡福牙寺 没有去的连友要去吧 这是如意伦观音 他背后用西弹字跟梵文呢 这刻的般若心经 其实我们中国人跟般若法门 是真的很有缘 你看 没有一个小朋友不知道般若心经的 很多家里也有般若心经 我大会也啊 这几天也会跟大家结缘般若心经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精简的 太长的都不要 他都喜欢 more discount and more merit 短一点 功德很大的 他都是修这种的 所以观自在菩萨 不伴修慈悲 也修般若波罗蜜 今天在没有讲经之前 我要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临终的时候怎么办 希望各位能够把第一页 这个普贤行愿品的祭送给背起来 不管你修学任何法门 好 请注意听 这一段非常重要 因为我非常感恩海印古斯的住持 跟全体义工人员 很用心提供很好的场所 甚至考虑到很多远道的联友 或刚下班的联友呢 都能够用钥匙晚餐 非常感恩他的慈悲心 不管你修学任何法门 或者你学过多久的佛法 当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生老病死 当你快要死的时候 你今天假如要走的时候 请问你要做什么 有人说 我要去看一场电影再走吧 有人说呢 哎呀糟糕了 我有太多的电话打不完啦 不用打啦 临终没有时间了 当你觉得你今天就要走的时候 请问你要做什么 很注意听很重要的一桩事 不管你求生哪个佛国土 你喜欢往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或往生弥勒内院的净土 或往生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 或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当你临命中的时候要做几桩事 第一个忏悔 第二发愿 第三念经 第四回向 请记下来 我不做幻灯片的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忏悔 第二个发愿 第三个诵经 第四个回向 注意听 忏悔就是假如你今天要走了 有些人走呢 他是自己知道的 比如说欲知实至 我梦中见西方三圣 我见佛菩萨 所以他有些人是自己知道走的 有些人来的时候是很突然的 比如生了一场病 三天以后他就走了 所以当你知道说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那你不要慌张 对不对 就像在新加坡一样 买BMW的车啊 总是会旧的 要换车子啦 这时候你想 我学习了佛法一辈子 来作为三宝弟子 皈依 受戒 做义工 所有所有的东西 我应该很欢喜 因为今天我要走了 我不是说我今天要走 我举例啦 别紧张 我今还没有讲完 就说假如你觉得 你今天要走的时候 第一个要忏悔 忏悔什么 待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要忏悔 忏悔 怎么忏悔呢 若我过去生 若我现在生 一念的恶心 一念的恶行 我对三宝面前 至成忏悔 你可以对 释迦牟尼佛忏悔 也可以看幻灯片 对华言三圣忏悔 也可以对你要求生的 净土的佛菩萨 本尊忏悔 若我一念心 若我过去生 若我现在生 我跟一切的众生啊 所曾经造过的恶心啊 恶心恶念 恶行啊 我都真真诚诚的忏悔 希望佛菩萨接受 第二个 善行要回向 若我过去生 若我现在生 曾经做过任何的一切善心 善行 比方说你帮助过人 你布施 你供登 你捐过寺庙 所有的善行 我都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听好 不要只想到自己 地藏经讲 心量越大 功德力越大 所以你要 恶念要忏悔 善愿要发愿回向 好 这个是第一个忏悔 发愿就看你平常念的发愿文 假如你是求生 弥勒内愿的话 那当然 你就念弥勒菩萨发愿文 假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你就念平常的 普贤行冤品寄送 或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 所以将来有因缘 不同地方请法的话 其实我也会介绍 不同菩萨有不同的发愿文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都有很好的发愿文 历代高生的发愿文也都可以 你要先发愿 为什么呢 发愿会转动你的恶业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呢 你的恶业会现前 但透过你发愿跟回向跟忏悔 然后呢 你的恶业会减轻 第三个就是要念经 念你平常最熟悉的经 那我建议你念第一页 普贤行冤品的寄送 这时候当你一念的时候啊 看幻灯片 华言三圣就会放光加持你 佛菩萨是无我的 他知道有神通的 他知道你今天要走了 所以他会放光加持你 加持你以后就会看你的怨心 佛菩萨有神通 这时候华言会上 只要你一念普贤行冤品的寄送 华言会上就会加持你 假如你平常念的是法华经 那法华会上佛菩萨就会加持你 同样的八大菩萨也会加持你 这时候他就会用神通 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圆 就是种子 然后你发愿要去哪里 比方说你要去东方药师流离光儒来净土 那华言会上佛菩萨加持你 他会放光八大菩萨就会来接你 一刹那之间你就看到 要师佛如来净土 日光菩萨月光菩萨 他就现前了在你面前 所以那时候你不要怀疑 那绝对是真的 为什么呢 临终的时候佛一定大国于魔 有很多人有来跟我见面 或问问题的说 师父我常常临终的时候 若看到的是真的假的呢 临终你不要怀疑 因为那个时候佛有大悲怨心设受你 魔是不可能变阿弥陀佛 或变药师佛来接你的 所以不要怀疑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念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仁师子 我已精进生与义 一切片里尽无余 你就背这个祭送 所以希望大家第一页把它背起来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灵命中的时候呢 你的业力啊 是会现前的 善恶都会浮动 那你念的时候 华言会上佛菩萨 就会加持你 念完以后呢 在你念当中 有些人善根比较深厚 一念华言会上佛菩萨的时候 他要去极乐世界的话 极乐净土就现前了 所有的佛菩萨呢 就天悦明空 异乡满世 拿鲜花来赞叹你 他会等你的经文念完以后呢 他就接你走 假如你要往生要是净土也是这样 往生弥勒净土也是这样 所以华言经是经中之王 通于你往生任何一个佛国土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 哎呀 华言三色呢 会不会把我送错地方 这些想法 都是比较没有听经的凡夫凡 凡夫的见解才会这样想 佛菩萨听好 他无我 他有过去现在未来 他会看到你的种子 你所以你为什么要每天 要发愿与违向 所以我们讲完经 为什么要发愿与违向 像我们虽然很忙 对不起 对这一两天天气变化大 可是呢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要静坐做我的功课 我一定会发愿违向 为什么呢 生命是很短的 哪时候无常来说走就要走的 所以你要训练自己放得下 当你在念这个经文跟祭宋 念完以后呢 接下来念完三遍往生神咒 他叫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 托罗尼 就是你要去哪一个净土呢 他把你的业障给拔除 念完三遍 你要念七遍也可以 不用很大声 你自己听得到就可以 我们供修才要用法器 你念完以后你就专心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就念阿弥陀佛 你要到药师净土 就一直念南抹药师流离光如来的圣号 或是药师如来 药师如来 然后你念听好就很专注 一刹那之间极乐净土就牵牵了 这时候佛会放光加持你 你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 新加坡是比较热 在台湾我们现在是冬天 冬天很冷的时候要换外套 外套一脱掉你的神士就上了莲花台 就恭喜你 你就往生了 所以你没有中阴身 你不会是死了以后 阿弥陀佛再把你抓回来 或药师如来把你抓回来 没有 你就直接活着的时候 看着佛菩萨正面就往生了 所以就恭喜你了 你生生世世学习佛法 终于这一生涌脱轮回的 因为你是以菩提心 为了去佛国土参学 最后到驾此行广度众生 所以这一段大家要常常练习 练习什么 练习我现在就要走了 所以弘一大师他一生念到最后 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写了四个字 悲心交集 为什么叫悲心交集呢 悲的是我跟一切的众生 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没完没了 弘一大师他也在受苦 也在轮回 心呢就是非常的高兴 高兴我今生终于出轮回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一生学习佛法 就没有空过一生 你终于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跟方向而去 你不要在乎人家怎么说 自己有菩提心 将来到呢 进佛国土 得到正无声法忍 八地不痛地的菩萨的时候 你是一个大菩萨 道价慈航啊 整个禁虚空骗法界的众生 你都能得度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很重要 所以第一页请你要背起来 好 希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发愿文有很多种 没有关系 好 请翻开讲义第29页 昨天 昨天介绍修学摩合波尔波罗蜜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学习 菩萨 菩提之良根本的六度波罗蜜 应该先学波尔波罗蜜 好 昨天讲了一个段落 昨天也讲佛 问虚菩提 请问一份是摄例子 一份是波尔波罗蜜点 请问你要拿什么 虚菩提说 我不是不恭敬摄例子 但是我愿意取波尔波罗蜜 摄例子虽然是诸佛界定会的精华 但是诸佛的法身 是从摩合波尔波罗蜜而出身的 当你正入法身的时候 你可以演化出更多更多的摄例子 所以可见 学习佛法 比你执着外在的东西来讲很重要 现在请看二十九页第十行 依这个菩萨的正音 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吾尔会 Nundual Wisdom 或叫做Ultimate Wisdom 菩提心 Bodhicitta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接下来我要讲普贤行愿品的经文 各位都有讲义 也可以看幻灯片 幻灯片我会显示不同的颜色 会标示你哪一个比较重要 第一个叫做平等相 平等心很重要 不管你听过普贤行愿品的人 我没有听过请你专心听 听过的请复习 没有听过更应该专心听 我们第一个要学的是平等心 我过去声部说 这一声当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师父讲 善财从子五十三餐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我就念普贤行愿品 我这一声也念了三千步快五千步吧 现在还每天继续念 所以我觉得普贤行愿品呢 是所有一切宗派 灿除业力最大 第二发广大的菩提心 第三可以让你求生 尽佛国土 我再讲一遍 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第一个是灿除业障 所以在显教是普贤菩萨 在七藏释迦行 第一个叫金刚萨朵菩萨 就是普贤菩萨 因为它称罪力最强 第二个 对一个年轻人 一个佛教徒 要发广大的菩提心 像善财同子五十三餐 要显普贤十大愿 普贤十大愿把它浓缩 就是金刚称起讲的七支供养文 这是一样的 第三个 我们希望这一生能够 从轮回中得到解脱 而往生任何一个进佛国土 所以应当学普贤行愿品 请看金文 何以故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以众生尊重尘世 则为尊重尘世如来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一切如来欢喜 刮虎 note 刮虎内的字是我加的 因为原来的经文没有平等相 这是按照科判理栽出来的 意思是说 我们昨天讲过 不要有能所的分别 不要有好跟坏的分别 我们凡夫生生世世在轮回都习惯分了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像我们台湾 爸爸妈妈跟老师 教小朋友 都讲 我不知道现在新加坡小一小二读什么 我们以前都是 小狗叫小猫跳 对不对 这个小狗 那个是小猫 那个是大的 这个是小的 那个很丑 这个很美 对我们必须学这个 学这个我们才能在世间生存 不然呢你到supermarket去买东西 好的苹果跟不好的苹果 你分不清 那你不是白痴吗 对不对 在世俗理文 我们要学这个能所好坏的对立 但在佛法的角度啊 你的分别心越重啊 会让你越不能开悟 所以 我们要学什么 反过来讲 学平等心 平等心里面最重要就是 佛跟众生都要平等的 我们一般认为都是佛很尊贵 其实这是世俗地而说 也是方便说 但是佛跟众生啊都有佛性 我昨天举这里准提菩萨做弊 你拜他的时候他也拜你啊 他也永远合掌理尽诸佛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佛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是为什么到佛门来 要归命三宝 是因为你没有恭敬心嘛 所以啊 到了佛门 第一个要看到佛菩萨 礼佛 哲服你的共高我慢 我直 然后学你的呢 恭敬心 谦卑心 跟平等心 接下来看到师父也要恭敬 看到连友也要恭敬 好 很不幸的是很多连友就学到这里了 六十分 不太及格 为什么呢 回来以后你要对你的爸爸妈妈也恭敬 不管他是不是佛教徒 他是未来佛啊 对不对 这几天我有从今天也开始会课 很多连友啊 对师父对连友很好 可是对你的爸爸妈妈并不很好 这就是爸爸妈妈恨你学佛的 很多老婆在跟我讲 他非常不甘心 一辈子养大了呢 你对师父很好 你对连友很好 你对我却不好啊 其实你学佛学了一半 不能说你错 你应该把回来的恭敬心 对什么呢 看这里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随着一切众生 你就能够随顺供养诸佛 你的心是真正照佛的道理去做 佛不是告诉你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要慈悲吗 可是你的心里还是有分别的 你知道吗 你听了话以后 你回去还是自己打折扣的 对 所以假如你能够学佛之前很自私 学佛以后 反而对爸爸妈妈更孝顺 更慈悲 更恭敬 这个才是佛法他伟大的地方 接下来第二点要学什么 第一点是对你有缘的人 第二个对你没有缘的人 同事里面有有缘跟没有缘 有缘的同事我们会一起去吃饭 没有缘的同事说我们跟你一起吃饭 我们一般的说 Sorry No No you're sick today It's busy Full booking Full booking 就在一天都已经没有你的位置 其实你的心量还是很小的 所以你心量很小 所以你怎么念啊 经文啊 都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 因为你的心就是还是这么想 这么想 这么想 你不是发过怨了吗 众生无边是怨度啊 你只嘴巴念完了 第二天就忘记了 还给佛菩萨了 所以第二个阶段 要对自己没有缘的人 要去包容 所以看经文 若以众尊尊尊尊尊尊 则为尊尊尊尊尊如来 你对师父对怜悠很客气 会倒茶给他喝 为什么你对你的爸爸妈妈 就不会倒茶给他喝呢 第三个阶段更难 就是要对你最讨厌的敌人 在公司里 专门呢 说那个八卦的人 对不对 说你坏话的人 你还要对他好 对 佛萨道就是从这里修的 不然六度波罗蜜 从哪里修 六度波罗蜜不是关起来 我心里修得很好 第二天人家骂你一句 你会发觉你根本 你称心呢 你都调伏不住的 所以第三个阶段 你要让不喜欢的人 讨厌的人 甚至我们说敌对的人 跟你作恶的人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那讲到这里你会说 师父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么做呢 因为事实的真相是 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你不愿这样做的话 你只是往你的内心里 这样子呢 关闭自己的话 那你永远的我执就很坚固 我们台语跟福州话讲 你这个人很固执 脑筋啊 脑筋啊那些铁钢啊那样 动都动不了啊 那你这样子很难出轮回的 所以佛菩萨要破除你的我执 从大乘佛法这一段的角度来讲 是什么呢 简单讲自他交换 就是我跟一切众生 把他的位置换过来 你常常要为众生想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朋友他生日了 你怎么样让他欢喜 你一定买他没有的东西 或他需要的东西 假如你很细心的话 假如呢他本来就有一个台灯了 你再买一个台灯了 给他的话 他不觉得怎么样的 所以你第一个先要把自己的位置 跟众生换过来想 站在他的角度常常为别人想 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有慈悲心 想完以后再把他的位置换过来 我怎么去帮助他 你就有智慧的心 接下来他生日的时候 你就给他一个big supply 他真的会感动 永远终生的感动 他不一定在乎你的钱 不一定在乎你的礼物有多少 但是你让他众生真的生了欢喜 所以欢喜是真诚跟自然 不是说我故意巴结他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训练好 你会发觉你的心量 开始越来越大了 好的人我也接受 坏的人我也能接受 有缘的人我也接受 没有缘的人也接受 你的心量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河流 变一个湖泊 湖泊像一个大海一样 所有的众生你都能包容 这个才是弥勒菩萨讲 大度能容 了却人间多少事 度量是要从这里训练的 不是吃的肥肥的 这个叫做度量大 是你的心量真的很大 别人不能包容的 你能包容 别人不能接纳的 你能接纳 别人不愿意帮助的 你升起慈悲心帮助他 换句话说最后结论是什么 别人不能感动他的 你可以感动他 这才是佛教的大悲心的愿力啊 这一段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所以第一个要先学平等心 请看下面 接下来平等心以后不是呆呆的 就没有善恶标准 差别像 请看二十九页第十七行 何以故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这段话请背起来 在你的讲义里面 我有画几个框框 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所以观世音菩萨法门 是没有一个人不修的 对不对 大乘跟金刚乘 没有一个人不拜观世音菩萨的 因为他比较诸佛的大悲心 大悲心从哪里来呢 要帮助众生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心 你看到越苦难的众生 你帮助他 你还要感恩他 让你行六度波罗蜜 所以听好 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还要感谢别人 这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一般世间人就是 哦 我帮你哦 下次你欠我人情哦 记得 对不对 拿个布子写下来 你没有还他的话 他一辈子记得 小子 对不对 欠我一份人情 这就是凡夫 有所求 可是菩萨不是 菩萨是 我帮助你 我还要感恩你 让我成就我的菩萨行 这个就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所以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心 接下来大悲心呢 你就会发现 众生是无量无边 度不完的 接下来你要升起自己 成佛度众生的心 这叫菩提心 最后因为这个菩提心 推动你 深深世呢 是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最后你成等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可见 你先对众生要有平等心 但是不同的众生 你又生起不同的慈悲 我昨天讲过 有众生原词 法原词 跟无原词 那就看你的心量 愿力 功德力的大小而不同 接下来再看下面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这个大悲心就是以众生原词为出发点 慢慢慢慢慢慢的由妈妈 变成老师 变成像医生护士一样 对不对 从众生原词到法原词到无原词 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 这个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特别注意 这要有出离心的清净为基础 而产生的清净菩提心 菩提心请做一个记号 大称跟金刚称 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 尤其你觉得说藏传佛教 他告诉你所有东西都要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的话 你这个不是菩萨行 注意哈 菩提心尤其是对各位老菩萨 跟老年友 特别要注意 我们拼命做 拼命做不代表是做菩萨行 你要想 我觉得我今天轮回很苦 所以我来学佛 我在佛堂里做一工 不是只是拼命做 我还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 我今天煮饭给人家吃很欢喜 也希望他来学习佛法将来都成佛 我看到小朋友给他糖果 来拜佛 我也希望他而成佛 你希望他都成佛 这个才叫真正的菩提心 假如你只是说 来我吃个糖 明天再给你多一点糖 那我跟你讲 世间做善事的 其他宗教发的糖比我们多耶 对不对 所以没有菩提心啊 你做的东西是人天善法而已 来生你可能很有钱很有福报 可是你心中啊还是有贪真知的 可是佛教徒不同 我今天为什么来这么辛苦做义工 做护法啊 做这个大会的这个义工 为什么有功德 因为他有菩提心 希望你来听闻佛法 将来成佛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是关键 所以先要有出离心 出离心就是对世间的五欲六成要放得下 接下来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 就最后成佛我昨天说 一定会学什么 般若波罗蜜 也就是说不管你学任何法门 到哪个佛国土 最后你一定会拜一位叫做 南摩大智文书施利菩萨做老师 因为他是十方般若波罗蜜的佛母 甚至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 当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也拜过文书施利菩萨 过去叫做南摩龙肿上尊王佛 在八十八佛参悔文里面有这尊佛 就是过去文书施利菩萨的名号 那现在文书施利菩萨当然实现了很多 他不单单在中国的五台山 十方佛国土都有文书菩萨 将来呢 现在他在北方 将来他会在北方再释现成佛 叫南摩欢喜藏摩尼宝基佛 这些都是文书菩萨的化身 所以无二会另外一个名字 又叫做一切种智 所以要精进的学习 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法 才能证得无二的佛果 佛果的无二会 所以请各位你每天做的功课里 请你加上念二十一遍或七遍的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你要完全了解的话 你要去读小品 还有大品或中品般若经 你才会了解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不要右边听左边就出去了 到明南问你你有没有念心经 你说师父没有 所以我说你问的问题永远是那样 对不对 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你就应该好好去实行 因为我自己也去实行过 接下来再看 普贤行愿品的经文又说 举了个譬语 譬如旷野沙基中有一个大树王 树有根 根就要吸收水分 尤其像最近雨季 下雨的时候很多树草 就吸收很多的水分 接下来它就有枝跟叶 会开花跟结果 慢慢雨量越大 它就越繁茂 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药草辟育品 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说法 像山河大地的云一样 下大雨 每个地方都像 它有平等的心 可是大的树 树根比较多 吸的水就多 中的树根 吸的中等少一点 它的水就少 小的树根 小草 它吸的水就更少 所以但是它们都会繁茂 它比喻 我们的旷野是叫做生死旷野 所以我刚开始看奖经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来出身奖经说法 人类所有的哲学 不同的文化文学 已经解决的问题呢 它就不会再讲 它要讲 所有人类的智慧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什么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虽然婆罗门 印度的婆罗门 虽然中国的道教 也有解决生死的方法 但是它们不究竟 所以佛讲的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通南传 也通大乘 也通金刚乘 请看譬喻 生死旷野 在一个旷野当中呢 就好像沙漠旷野一样 生死旷野 然后呢 有一棵树王 是菩提树 也是如此 一切众生作为树根 诸佛菩萨叫做 菩萨叫做花六度万勤 佛叫做果 以大悲水饶益众生 把这句话画起来 听好 以大悲水饶益众生 不是说 看到众生就大悲水 他头上撒一撒 不是那个意思 是说你真正用大悲心去 关心别人 帮助别人 鼓励别人 这个你成就了大悲心的功德 就像水一般 因为树一定要水嘛 所以可见菩萨度众生啊 谁的功德最大 你知道吗 两个功德都很大 其实众生的功德更大 菩萨若没有云云的众生的话 他没有办法成佛啊 他没有办法修福修慧啊 对不对 他要度众生啊 所以菩萨看一切的众生啊 都是感恩的 所以众生代表树根 你以大悲心 像滋润的伐水一样 浇在树根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正要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我刚刚说过 菩萨代表花六度之音 佛代表正无上的佛果 好 这片请看一下幻灯片 这样清楚吗 是简体字的 好 先看下面这张图 我是请朋友做的 一切众生是什么 下面的树根 你看到树下面有树根 旁边生死旷野 生死就像一个旷野一般 沙鸡啊 树长在沙里面代表什么 沙很没有善根 有些众生他很有善根 有些没有善根 好那树呢 长在沙里面 他就要吸收水 所以下面地下有水 水代表什么 大悲心 接下来中间有棵树 树就是树王 代表你的菩提心 树就有树干 好看左上角 你们看的左上角 枝根叶代表什么 智慧与禅定 代表第五度波罗蜜 跟第六度波罗蜜 当然前四度也很重要 可是你要成为枝根叶 要有禅定波罗蜜 跟智慧波罗蜜 波罗蜜 波罗蜜 好花呢 是指菩萨 对不对 是那个菩萨代表因 水果 那是代表佛果 对不起 他好像贴错了 他是贴草莓做水果 这个不是草莓树啊 对不起 没关系 就是贴一个水果的意思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图案就代表说 我们要有什么 菩提心为根本 而所有的功德 从哪里来呢 从你的大悲怨心 而对象是谁呢 是一切众生 好再跳回刚才讲 一切众生 就包含你有缘的人 没有缘的人 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 讨厌的人 甚至你的敌人 都要去度他 那你会说 师父这很难耶 的确很难 学家莫尼佛在本圣经里 生生世世度众生 就是这样修的 而且我告诉各位 全世界这么大 会在新加坡 跟你做个同个办公室 而且跟你做面对面 王见王 他一定跟你有缘 只是你没有神通 假如有一天神通你修道 你才知道 哎呀 原来坐在我对面的 这位男居士 或许无量节 他过去就是我哥哥 或是我爸爸 那坐在那旁边 他最爱化妆 每天爸爸很妖艳 搞不好就是 过去就是我妈 所以西藏佛教常常 为什么说 你要坐下来思维 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当过我的父母 这个不是口号 各位我问你 举一个例子 这样举我的例子好了 我最疼我的 有外甥祖母 还有外婆跟外公 他三位都往生了 对不对 我的外甥祖母呢 也是呢 从小是一贯道 或佛教徒 后来他也拜观世音菩萨 可是我知道 他最疼我 可是他没有去结了世界 我们全部帮他祝念 他的功德力还是不够 但是我起码 我只确定 他没有剁三恶道 你说师父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因为他剁入三恶道的话 他会来托梦给我 他往生四十九天 我四十九天都帮他诵经 他一生最疼我 我很感恩他 可是你想想看 当他现在没有往生净土 然后来生一投胎转世以后 他可能做人的 不可能做我家人 因为我已经出家了 对不对 也可能继续投胎到我们家人去 可是呢 也可能将来是在无量的信徒当中 他是其中一个信徒 他看到我了 最有缘 知道吗 那我的外婆也是这样 我的外婆跟我一生祖母 他们两个是怨亲再主 对不起 为什么呢 我的外公夹在中间嘛 男人很可怜 常常夹在呢 妈妈跟这个什么 太太中间 对不对 所以 两个女人是很难处理的 那我的外公呢 去年也往生了 我的外婆比他早往生 可是呢我的外曾祖母他往生的时候 我的外婆啊 去动他 要他换衣服 他虽然没有恶意 他是世俗道教的仪鬼 但是他这样子呢 让他起了称心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怨呢 你不要讲啊 佛教的业力看不到 生死的时候全部都会显现的 有很多年有临终的时候 很多人帮他助念 助念是帮他提起正念 但事实上还是要自己念 那也是你平常修来的 所以你平常不修的话 临终帮你助念呢 那会很吵的 对不对 所以 在无有穷尽的众生里 你看我的外曾祖母他往生了 他没有去极乐世界 我知道 因为他功德力还不够 他不会剁三个道 但是他会继续投胎做人 来生会继续学习佛法 可能等到我晚老一点的时候 他又遇到我了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当你断气的爸爸妈妈走了以后 如果没有去进佛国土的话 来生呢 可能就做你的孙子啦 或孙女儿啦 你看到他就很高兴 可是你过去忘记了 讲一个中国禅宗的故事 西藏人也很喜欢讲这个故事 就是呢 没有智慧的人他很愚痴 为什么呢 有一天在中国禅宗的祖师里面呢 他有一天到一个居士家画园 画园他要度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他知道过去是他的亲人 然后呢 他就敲门 咕咕咕咕 有人在吗 他说什么事啊 我正在吃饭啊 他看到一个和尚 哎呀 和尚你来做什么 他说啊 你不知道啊 你在造恶业啊 他说我造什么恶业呢 他说我正在吃饭啊 请问你现在今天吃什么 鱼啊 他说那个鱼啊 过去就是你爸爸 然后呢 他吃完以后鱼骨头就丢 旁边有一个那猫 那个猫就是你妈 过去的妈妈 然后呢 他抱着一个小孩 那吃一吃呢 吃一口 摇一摇就给他喂他 他说你觉得你这个儿子啊 你很喜欢 其实那个儿子就是过去 要杀你那个强盗啊 没杀到 所以他今天投胎到你家 准备你大的时候 再把你宰了 他当场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他没有神通 可是有一个修行政务的禅宗的主师 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但听好 这个是不好的例子 但并不代表你的爸爸妈妈 都是冤亲在主 不一定 有些人像围魔结局是一样 他们家是善人来投胎的 知道吗 也有好的 但是凡夫啊 假如呢 二元跟二元 像你看 有时候兄弟姐妹呢 爸爸妈妈还没往生 还躺在病床上 就开始大吵嘛 为了争财产 那兄弟姐妹 绝对是冤亲在主一起来的 对不对 所以众生是很苦 所以看到这个图你要想到 一切的众生 真的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过 只是你忘记了而已 请看二十九页 三十页 第二行 平等相跟差别相不二 何以故 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育众生 只能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事故 菩提的功德是属于众生的 若没有众生的话 一切的大菩萨都不可能利益众生 不能积功累得 福慧不能圆满的话 他就没办法成就无上正等正绝 所以善男子 若诸如此意 此意就是这一段 讲这个平等相 差别相 以及平等相跟差别相 不二的这三段经文 要好好地去思维 去念 去观察 菩提菩萨对善财同志 跟与会大众说 你对这段经文要好好好好的 如理如法的去思维 而得到正确的见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凡夫对众生都不平等 所以释迦摩尼佛在印度 老实说他是改革派的 当时传统的佛教都是印度婆罗门教 有四种姓 贵族 像比如说差地利 婆罗门是最高的 差地利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最低的是守多罗 那奴隶是不可以出家的 可是佛陀认为说 这是不平等的 对不起 这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也都有佛性 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认为 就是说 婆罗门就永远当婆罗门 差地利呢 当文物百官 就做文物百官 那个奴隶啊 你生下来帮人家扫厕所 你就来来生生世世扫厕所 可是佛陀不认为 佛陀说 他会扫厕所是因为过去的业 但是他有佛性 如果他要修行的话 他将来也会变婆罗门 哇 这个理论呢 就震动了整个印度 甚至佛陀曾经准许第一个奴隶出家 注意听哈 佛陀出家的时候是按借纳的 比如诸家 叫做三十年 叫上座长老 今年我是二十一年 中座长老 十年叫做下座长老 那